還記得當年超紅的戰略遊戲 綠扁帽 魔鬼戰將嗎 透過五人特種部隊 在戰場上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每個回合都讓大家緊張到未抽筋的感覺 真的是讓不少玩家們徹夜難眠對不對 現在就有一款以日本幕府為背景的遊戲 也會讓玩家們感觸到這種感覺喔 一起來看看吧 暗影戰略 將軍之刃 是一款以江湖時代日本為舞台的 戰略前行遊戲 遊戲中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反應操控 而是你的戰略部署 玩家將操作能力特殊的隊伍成員 隱藏在數十名敵人的視線死角中前行 為了入侵堅固的城堡 雪山中的寺廟 或是隱藏森林中的駐紮營地 是要設置陷阱或是下毒暗殺 還是完全隱藏在陰影之中 路線和方法都是隨玩家的意願決定 遊戲非常強調隱秘暗殺行動 一當被發現角色幾乎都是死亡的下場 暗影戰略 將軍之刃 推出至今已經獲得 Steam上大量玩家的正面好評 也獲得不少遊戲獎項 預計明年也將推出家用主機版本 想挑戰成為最強暗殺小隊嗎 現在就趕快去下載來玩吧